李敖病逝。陈文倩哀痛无法提笔 台湾训,台湾知名作家李敖3月18日病逝,与她相识相知于40年的好友陈文倩哀痛于恒,在面部贴文坦言,我至今仍无法提笔,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。 陈文倩在李敖生病时不时前往探病,陪伴。 她去年底透露李敖病况不乐观,一切都在倒数,更盼奇迹出现在她身上。 李敖传出罹患脑癌后,与外界联系变少,常常有人通过陈文倩询问李敖近况,陈文倩去年提到她病况时透露,医生不知道,她自己也不知道。 唯一明白的是,一切都在倒数,折一个日子,算一个日子,看一次月亮,算一夜。 她那时还曾对媒体说,我想要回那个笑傲江湖的大哥,但她倚气着白马远去。 我们以为的永远,原来只是永远的短暂。 四十年来,陈文倩看到的是李敖一段又一段的奋不顾忌,以及最终的失望与落寞。 在她告别我们之前,多数人早已告别了她。 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,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。 陈文献发文提及,李敖八十岁生日新书发表会明显泪又疲倦,倦的可能是她对于网络假新闻及狗仔文化时代的失望。 这对于李敖,是人生最大的挫败。 当年坐穿捞底,主要青春年华财气纵横时,她选择对抗,也等于选择了封杀自己。 最后她的信仰,在岛屿民主实践的过程中,不见天光,知伦美,俗,虚于假。 隔一年,李敖八十岁,不能好好走路,接着被诊断罹患罕见脑瘤,而且瘤就藏在脑干上,不能开刀。 2017年3月起,李敖开始进出医院,一次心跳停止,走过鬼门关,之后肺炎,脑瘤变成满脑袋大癌细胞,她的意识渐渐不清,生命开始倒数。 这个世界多数的人并不了解她,陈文倩说,不明白西校路马下的李敖,对某些原则的坚持,对于某些世俗的利益在原则问题前,她多么潇洒,多么豁出去。 没有相同信仰的人,看到的当然永远只是她的表面。